车体流线型设计 由鸿海MIH电动车开放平台打造的 一级巨和C级巨电动车首度曝光 还有另外借期待的电动巴士 也行驶在夜间的台北市信义区百货商圈 鸿海预告片清晰秀出三款电动车 其中白色款C级巨电动车的车体前方 秀出鸿海与玉绒合资设立的洪华先进英文字样 锁定一般家用客群 黑色款一级巨电动车 以MIH电动车开放平台为基础 主打高端商务智能驾驶体验 定位首款旗舰车 以EV整车发展的里程碑来看 预计2023年开始在营收上会有比较明显的贡献 但是明年度我们应该可以先看到 鸿海在电动巴士上面的一个正式销售 鸿海科技日18日登场 今年四大主题为感受技术软体体验 鸿海指出现厂将推出三款电动车 与会者有机会搭乘或观赏电动车 借由专题演讲展现鸿海在电动车领域软体 硬体平台的最新发展成果 董事长刘洋伟曾表示 鸿海力拼2025年电动车零配件自制率达40% 有望拿下50% 新唐人亚特电视林玉堂 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